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爱你让我勇敢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你在一起日子这么甜 现在就是永远 我不在乎世界变不变 不会有两个心比我们和谐 那看看而他能彼此温暖 一天不见年就开始想念 爱你让我勇敢 什么事都不难 像你想的坦然 不再心翻意乱 不再心翻意乱 爱你让我勇敢 什么事都不难 像你想的坦然 本来呢 在跨年的时候 大家不说 好冷好冷好冷啊 以为跨完年就好了 结果其实跨年的冷 好像也没有冷个两天吧 就觉得已经过去了 没事了 结果没想到呢 前几天开始 这个冷才真的不是普通的冷 不仅是我们觉得好冷哦 有一些在台湾生活的外国人也说 天哪 台湾怎么会这么冷 可能比他们在什么北欧啊 那里还是哪里都还要更冷 为什么台湾这么冷 当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台湾真的比较湿 虽然同样都是在海边 可是像我在香港 我就觉得香港的冬天 是最为名利可爱的 可爱在哪里呢 就是几乎啊 一个月里面 大概会有20天以上的时间 都是艳阳高照 就算是气温降低吧 有时候真的是会降到5度6度 可是因为湿度没有那么高 所以也还是觉得可以忍受的 在太阳底下晒一晒 就觉得好舒服啊 但是台湾的冬天 尤其是今年的冬天啊 那感觉很强烈 就是又湿又冷 那个寒冷的空气 从你的衣服的外面 一直钻到衣服里面 然后钻进每一个毛细孔 最后就抓住你的每一根骨头 有没有 就是那样的一种 趋之不去的 又湿又冷的 不舒服的感受 真的让人觉得很可怕 然后我在家里呢 就又一直不断的听到 可能因为我住在文山区 我们那个区可能老人比较多还是怎么样 反正我就是不管白天还是晚上 在家里面就是一直都会听到 救护车偶一偶一的声音 偶一偶一来 偶一偶一走的声音 每一天都听到 我觉得 那个感觉其实还蛮忐忑不安的 当然也是因为我们家自己也是有老人家在嘛 所以就会觉得有点不太不太舒服这样 那我们家本来呢 我父亲是一个非常环保的人士 他不明原因的环保 到底是因为他真的很有环保意识 还是因为他觉得应该要省钱 反而总而言之就是以前在我们家 天气很冷的时候 也都不会开什么电暖器啊之类的 所以那时候冷就是在那冷着 真的是冷到屁屁床的那种冷 可是这两年开始 我父亲年纪越大了 他越重视他的健康 所以他就越要求 生活的环境一定要符合健康 所以呢像今年我们家虽然说 也是一样就家里面都很冷 像我的房间啊 我的卧房啊 动辄11度 12度 就是天哪 为什么我要睡在那么冷的地方 还好因为我已经有装了暖气 所以真的看到 气温在14度以下 我就会开一下暖气 但是我也不会开一整晚 因为我觉得开一整晚 有时候也是很干 而且会造成室内跟室外的温度 相差太大 那我个人认为说 这样子可能也不是很好啊 确实是如此啊 有医生也就是建议我们说 不能太冷 但是也不能够把室内的温度 调得太高 我们要把握有阳光的日子哦 因为气象专家吴德荣说 明天呢 东北风会夹着冷空气南下 所以气温就会走降了 而迎风面呢 就会转为局部有雨的天气 好 17号开始 北台湾呢 就会天气又转为湿冷了 而各地的气温呢 也会继续下降 17号晚上到18号呢 北台湾会再下探到9度左右 登登 好 虽然是说9度啦 但是我们住的地方跟淡水的地方 差不多就是比较空旷的乡下地方吧 所以那个温度呢 就当其他人9度的时候 我们这个差不多就是 7度 或者6度 真的是觉得非常的冷耶 我都不敢去看体感温度 怕看了之后吓到自己 那寒流呢 接连的来袭啊 那这一次啊 就这一次的寒流呢 就有超过100个人去猝死的 历史呼吁啊 不只是室外要注意保暖 室内的保暖呢 同样是不能轻护的哦 如果家中的温度太低啊 恐怕会增加猝死的风险 所以哪怕你是在室内啊 冷空气呢 还是会刺激我们的交感神经兴奋 末梢血管收缩 血管阻力变大 会造成血压的上升 心跳的加快 还有呢 就是冠状动脉的痙攣 并且容易让血液凝结 好 所以大家真的是要多多喝温热水啊 一旦要是形成了血栓呢 就会引发心血管的疾病 另外啊 低温呢 也容易刺激到鼻腔啊 气管啊 连带的诱发呼吸道的问题 特别是有慢性阻塞性肺病的朋友 或者是气喘的朋友 如果是吸入了寒冷干燥的空气 容易导致 支气管的收缩 也会造成不舒服啊 那气管发炎啊 或者是会并发了肺炎 不少研究表示呢 室内温度过低啊 对人体健康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啊 世界卫生组织WHO呢 他们的健康住宅准则中 有提到室内温度太低呢 也是会导致血压升高气喘 而且会增加死亡率 还有密发其他疾病的危险 天气冷的时候啊 民众一般都会说 哎我要出门了 所以要多穿一点 就把全身包得紧紧的 可是回到家以后就 哦外套脱掉了啊 然后袜子也脱掉了 就比较容易忽略跟松懈 那新光医院的嘉医科医师 又指出说 有三个时机点呢 容易因为温差的变化过大 而导致猝死 那就是穿脱衣服的时候 刚刚起床离开被窝 以及准备踏出家门的时候呢 特别就是心血管疾病三高患者 还有年长者需要小心的时候了 那最常发生心血管疾脑血管疾病的时间点 大部分是在清晨的三点到六点之间 因为呢 这时候的身体是容易出现 层间高血压的状况哦 那我还有听医生朋友讲说 还有一些人其实很容易就是在卧室 或者是在浴室在洗澡的时候 你在浴室里面洗澡 不是那个 因为不管你是淋浴也好 那如果是盆浴更是如此 你就觉得好温暖哦 整个身体好像很放松对不对 然后当你喜欢从蒸汽之中走出来 门一打开 你会不会马上觉得 哇超冷的 其实年轻人叫超冷的 冷过去就好了 但是可能对于中年以上的朋友来讲 那更不要说是老年朋友 这种冷就过不去了 所以真的 我觉得有时候可能要花费一点金钱 考虑一下在浴室里面 可以加装那种多功能性的 就比方说可以除湿啦 可以有暖风啦 这种的机器现在也不会太贵 那因为台湾的 虽然说 虽然说我们像这样子冷冬 期待它不要再发生 但如果如大家所说的 小冰河期已经来临的话 那恐怕这样的寒冷 以后也会变成一件常识 那你看从12月开始 12月啊 1月到2月 可能差不多要到3月吧 所以一年里面也有四分之一的时间 很可能我们其实是在这种高风险的情况之下 过生活的 所以很多人都容易忽略掉浴室 但是我觉得浴室的保暖 其实非常重要 像我现在要洗澡洗头啊 或者甚至于我现在要换衣服 有时候我就会拎着我的衣服 跑到浴室去 因为浴室的空间比较小嘛 那开那个暖风的时候 它一下子就暖活了 而且也不会耗电很多 我就会在那里很中容自在的 慢慢换衣服 不用一边换衣服 一边发抖 有没有 好 所以在这个事情上面 我觉得如果此刻您家的浴室 还没有安装的话 真的是可以稍微考虑一下 那么到底室内的温度 是以几度为最恰当的呢 医生说18度到24度 是比较安全又舒适的 其实室内呢 太低温或太高温都不可以 都不合适 根据WHO的建议和许多研究显示呢 室内最低温不要低于18度C 是比较舒适而又安全的温度 这就是我想到以前 我在美国的时候 住在弟弟家里面 他们家就是有那种 中央空调式的暖气嘛 就是24小时都开着的那种暖气 所以外面就像下大雪 冰天雪地的 我们在房间里面 也觉得非常的舒适跟温暖 我的印象很深 就是那时候我们大人小孩 都是穿短袖T恤 穿短裤 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因为它的温度 永远都调在27、8度 可是要是出门的时候 不要说出远门了 只是要到院子里头去拿信 就觉得非常的困难 就是很想大家剪刀石头不输的人去拿 就完全不想出门 因为室内跟室外的温度真的差的太多了 所以听说呢 不是听说 应该是事实 接下来从17号或者是16号开始 又会有另外一波的新的寒冷的空气要来了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好好的照顾自己 切记保暖 那除了要穿足够的衣服 注意室内的温度之外 在这个季节呢 好好的吃饭也是非常重要的 不一定要吃麻辣锅 每餐都吃火锅也不一定 但是就是要好好的注重身体的营养了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 是茄子蛋所演唱的 恰似你的温柔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就像一张破碎的脸 难以开一口到再见 就让一切走远 这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们却都没有哭泣 让他淡淡地来 让他好好的去 到如今年复一年 我不能停止怀念 怀念你 怀念从前 但愿那海风在一起 只为那浪花的手 恰似你的温柔 我们在2021年 第一次跟我们的好朋友 云平老师 叶云平见面了 云平老师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的 来到2021年 云平老师自从上一次 跟我们一起重温了苏打绿的音乐之后 今天要为我们带来的是 什么样的音乐呢 因为其实既然我们2000年代一直讲到 我们也讲了五月天 也讲了苏打绿 那其实分别都是乐团 那我想一定就不能避过 比如说乐团的另外一种形式 就是团体或者是组合 那等于说2000年代 其实一直到现在为止 可能是有史以来最红的 也最长久的团体 尤其是女子团体 尤其是女子团体 尤其是SHE 对其实以前一直都有啊 什么优欢派对啊 城市少女啊 对那是80年代 什么星星月亮太阳啊 没错没错 但是说真的 他们也是很红 可是那个时间并没有办法像SHE一样 他们可以持续这么久 对不对 对因为几乎可以说是 SHE有可能是 华语流行音乐史上面 就是他们这个团体维持最久的 就是所谓维持最久是 一直有一起活动 可能是演唱会 可能是出唱片 当然他们也有这个经历 所谓单飞不解散的时期 对但是这个在听众心里面 他们这个SHE这三个人 始终没有完全的分开过 对这个是蛮重要的一点 其实我真的看了这些资料 我才知道说 原来他们是2001年的时候 才出道 才出道 对才出道的 所以其实今年算是20年 今年算20年了 对今年算他们出道20年了 对然后一出来 我们对他们的印象 都觉得他们就是一群 看起来很正能量 很快乐 很很 就是给人一种 很明亮感觉的一个女子团体 都很年轻的时候 都很年轻 是就是 他们SHE的第一张专辑 叫做女生宿舍嘛 但我觉得 我觉得SHE是一个 我等一下会提 我自己个人认为 SHE成功的几个理由之一 我觉得第一个理由 最重要就是 SHE大概是 这个台湾唱片产业界 最后一个最成功的 由唱片公司 完全打造出来 企划出来最成功的一个 经典的案例 就是SHE 像SHE的第一张专辑 女生宿舍 它的有一句 文案的slogan 我觉得是超级厉害的 叫做SHE是 男生的女朋友 女生的好朋友 男女通吃的意思就对了 对对对对 当然这个 这个好了 文案当然要加上 后面的执行 或他们自己的形象 但我觉得这个文案的定调 是非常重要的 好我们现在就来听听 在女生宿舍 这一张专辑里面的 恋人未满这首歌 为什么只和你 能聊一整夜 为什么再道别 就又想见你 在朋友里面 就是你最特别 总让我觉得很亲和甜 为什么你在意 谁陪我逛街 为什么你担心 谁对我方便 你说你对我 比别人多一些 却又不说是多难一些 有的一生 恋人未满 甜蜜心烦 愉悦混乱 我们以后会变怎样 我迫不及待想知道的 再靠近一点点 就让你牵手 再勇敢一点点 我就跟你走 你还谈什么 时间已经不多 再下去只好只做朋友 再相信一点点 我就会点头 再冲动一点点 我就不想 其实我在听他们的歌声 现在重新在听 我就发觉说 这三个女生 他们都用不同的音频来 演出他们的这个角色 对不对 对 如果听用朋友有兴趣 再 如果再回去听一次 刚才 现在这首恋人未满的话 他的第一个出来的声音 是Ella 低音 然后Ella唱了 极晓杰之后 再换成Selina 然后开始出来唱 她是中音 中音 然后最后是Hibby 她是高音 她是一个由低见高 层叠铺排的一个编曲 跟歌曲的 歌唱的排列方式 这很强耶 所以 所以刚云平老师 一直有强调说 这可能是台湾的最后的 由唱片公司主导 强力主导策划 偶像式的企划里面 最成功 恐怕是最后一个 由唱片产业计划 计划出来一个最成功的案例 对 没错 那这是三个女生 她们当然就 我觉得首先 就是她们都蛮有观众缘的啦 就她们各自都能够去抓住一些不同的观众群嘛 那刚才我们也提到关于人设 就是可能 唱片公司为她们就精心设计了不同的人设 对不对 当然那个现在 听众朋友如果去那个维基百科上面看的话 其实她有很多写的很清楚 比如说 这个 Ella Selina Hibby 她们还分别代表了什么 我现在有点忘记 什么自信啊 勇气啊 等等的 她们还有各自的代表色 真的喔 对 各自的代表色 就是唱片公司都把它设定的非常的清楚 对 但我们其实回到一个不要那么官方自视的宣传 我按来看的话 其实比如说Ella的形象 Ella就是一个 始终是一个短头发的 虽然她现在单身以后就不是了 对 那早期是一个比较短头发的 有点中性 比较中性的 然后这个性格设定上就是感觉比较 比较调皮的 比较淘气的 然后有点会闹的 然后好像比较多话的 然后 然后Selina代表中阴的这个部分 中阴域的这个部分 她的形象就非常的甜美的 甚至是娴熟的 温柔的 这样子一个 大家都喜欢的一个女性的角色 那Hibi呢 Hibi就是所谓比较偏 我们现在所谓的比较可能文青挂的 比较文艺气息的 比较空灵缥缈的 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三个人是 分别是不同的三种形象 然后在三个人的造型跟外形 甚至服装设定上 都按照这三个方向去做打造 真的是全方位的打造 滴水不漏的打造 没错 好我们来听听 这是在2002年的时候 SHE的第二张专辑 青春诸事会社里面的一首歌 热带雨林 Zither Harp 冷风过境 回忆冻结成病 我的付出全都摇不到回忆 会恨就像是绵延不断的秋林 痛哭却放尾的降临 悲伤如情 视野下落不明 我找不到那些爱过的曾经 你像在寂寞上空盘旋的土 将我向你看似干净 月色摇晃树影 穿梭在热带雨里 你离去的原因从来不止 今天在我们第二个小时的幸福号列车 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 叶云平 云平老师 那么每次呢 每一个月呢 我们都很期待这个听歌 听故事的单元 而且我知道其实我们有 云平老师知道 其实你有一群粉丝 是很多人都在等你每个月讲这个 对 但不会是很年轻 我必须要讲 不会是很年轻的朋友 我也很害怕 没有啦 不能这样讲 不是很年轻 但是就是 就是听 已经听流行音乐听蛮长时间的 然后就藉由这个节目 好像带着大家去重温 当初在听这些歌成长的那个年代 还有一些这个歌曲的背后的故事 或者这些艺人曾经经历过的 一些心路历程等等 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 女子团体SHE 刚才我们听到那首歌 我们说是2002年的时候推出的 可是云平老师说 其实是因为第一章2001年的 女生宿舍很夯嘛 一下就一炮而红 所以他并没有等一年才推出 对不对 对是不可能的 因为这个一定要打铁趁热 然后为什么我刚才从节目一开始 一直强调 这是一个唱片产业企划非常成功的案例 经典案例之一也是在于说 其实2000年之后 大家都知道就是台湾的唱片产业开始往下走 对 对但是然后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现象 就是2000年之后呢 比较偏创作方面的歌手或乐团开始起来 其实我们我们在2000年代 我们介绍这么久 我们讲到五月天 讲到这个苏达绿 讲到蔡建雅 孙艳之其实他们多多少少都会创作 除了蔡宜林也是一个特例之外 大概另外一个就是SHE 就他们比较是 可能自己本身没有那么有创作的能力 但是是经由唱片公司整体企划 帮他们包装 帮他们打造音乐内容 完全是企划跟设计产生出来 这样子一张一张非常成功 而且又受市场青睐的作品 这个在2000年以后 是越来越难得发生的现象 对 而且像刚才啊 我们在广告之前所听到的那个 《热带雨林》这首歌 他的音乐就是词曲真的都很不错 那余达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 他的词曲创作人 对 他的词当然就是方文山 然后曲是周杰伦 那听众朋友可以回想看 2002年那个已经是周杰伦 什么范特希啊 叶惠美 那个已经如日中天 然后也拿到了金曲奖 这家专辑等等的 就是周杰伦正式在起飞 而且冲到正在往最高点冲的时候 边风了对 对所以当然一样 其实同时期 孙燕子也是 五月天也是 蔡云也是 我们介绍过都是 那SH刚出来 当然唱片公司也会希望这些 其实他们算是差不多年纪的这一代 都不太一样特色的音乐人互相的帮忙去做不同的融合跟合作 也都创作出非常好的作品 对我觉得他们这种愿意互相帮忙的这种情怀还蛮感人的 我觉得这个大概也是2000年这一批大概也是最后一批 有这样子现象的 我无断听到最后好感伤 但这个并不是说 以后就没有 是说这种彼此会合作 然后而且是真正有情谊的 当然现在跨界合作也都非常多 也并不是就没有这样的合作 而是我们我们会感觉他们是一代人的 对 那样子的感受 我主要是强调这个 了解 好 接下来呢 也是2002年的 又2002年又再推出了一张 对不对 所以他们等于在短短的 没有在一年半 或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内出了三张专辑 太强大了 好 那这时候呢 他们出了一张专辑 叫做美丽新世界 那里头呢 就收入了同名的这一首歌 美丽新世界 我们来听听 第一个字幕 初语&字幕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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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は混沌であって 闇が志愿の面にあり あなたは言われた 光あれ こうして光が立っ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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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像刚才前面说 他们的角色设定是完全反映到他们的歌声上面 低音域中高音域高音域 然后三个人相互的搭配配合 然后一起唱和声 然后分别又各自有表现 其实这个是需要功力的 也需要实力的 好的 听完评审老师的说法后我们就更明白了 然后呢 中间其实这一段时间应该还是有一些歌曲出现 但是老师帮我们选到的是2010年 2010年也是SH面对很大挑战的一年 是的 对其实我们刚才说他在几乎这个一年半之内就出了三张专辑 所以非常非常红 当然 所以其实接下来他们就是几乎每年拼命在出专辑 然后很多中间很多畅销歌曲那就不用说了 然后他们在2010年的时候呢 其实我个人觉得他们又再创了一个高峰啦 就是他们出了hero这首歌 然后这是一个自创词S-H-E-R-O 就是hero前面加一个S变成女生了 对对对就是S-H-E加hero的复合字啦 对 对S-H-E加hero复合字 那这首歌这个idea是谁想的呢 这首歌是五月天的阿信写的 所以这个词是他发明出来的 OK 我觉得超厉害的 就像我刚才说周杰伦会帮他们写歌 五月天也会帮S-H-E写歌 而且创造出了这样子的一个新名词 那也代表了S-H-E从2001年开始到2010年 他们差不多30岁 差不多30岁左右 其实也都比较从少女变成一个比较成熟的 也许是亲手女或走向女人的这条路 然后他们那种女力的展现 或女性自信的展现也越来越清楚 就由阿信写这首歌S-H-E-R-O展现出来 尤其是在2010年的时候 10月的时候 S-LINA又出了一件很严重的大事 对不对 对这个事情实际点真的是蛮微妙的 因为S-H在出完S-H-E这张专辑之后呢 基本上也算他们的将近10年了嘛 然后他们宣布了一个所谓单飞不解散的计划 就三个人各有各的发展 然后所以Hippie就朝向 继续朝向音乐去发展 然后S-LINA好像就走向了比较戏剧方面 跟主持方面 那Ella好像也走向主持 戏剧跟主持都有 对就是他们都各自发展的当下呢 S-LINA就在拍戏的时候 就发生在因为这个爆破特效 不小心的关系有一个意外 所以就有烧伤的这个很糟糕的状况 所以这个是对于S-H-E是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打击 当然对S-LINA本人更是啦 所以在S-H-E的后期的宣传里面 后来拍MV的时候就都没有S-LINA 因为没有办法 所以就会有另外两个人来做 好我们现在就来听听这首 虚柔 这是2010年的时候S-H-E 他们在同名专辑中的 应该算是一首《猪大哥》吧 就为的就我让笑容 回到双甲的粉末 那是谁说 你还没有热看我 我对我而说 当最后只剩下我 谁是我一首 看不到 找不到 等不到你的hero 为何不 做自己 只剩成天的虚弱 你可以 我可以 我可以 为自己 不疼到我 等虚弱 少女我 唯悟者 骄傲 Beeple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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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转身 先自由 先学再见 先解脱 世界在它背后 原来怎么的辽阔 你坚强 也温柔 也有紧握的尘头 去抄走 你不去抄走 全新生活的节奏 你是谁 你还没有让开我 你还没有让开我 当最后只剩下我 谁是我一首 看不到 找不到 等不到 你的hero 为何不 做自己 只剩成天的虚弱 你可以 我可以 为自己 不躺到我 但是若 少女我 挥舞着 江湖披荡 在我的边边时钟 剩下了一点小说 要把History 改变成History 看不到回忆途中 快乐要能也很久 看着今天 跟着时间 让我忘了 我心里我 一般的 你还没有 你好吗 找到你的幸福了吗 那笑容 一样像花灿烂吗 曾经一起撞 不怕风雨有多狂 骄傲 骄傲 沮丧 海客在我心上 我很好 追到我要的梦想 也一样 哭起来像天塌下 想起你总会 比我还慌张 突然好紧张 该不该让眼泪落下 拥抱那么真切 眼神不曾改变 原来我们对彼此 一样想念 今天不说再见 不让你有机会实验 就算分个很远 爱一直连结到永远 爱 这首歌呢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 在2012年SHE 在他们的专辑花又开好了 里面呢 所收录的一首 应该也是主打歌 不说再见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资深月评人 叶云平 云平老师来我们进行 每个月一次的 听歌听故事的单元 那云平老师 其实听到这首歌 都会觉得有点 怎么说呢 就是又幸福又感伤 就是他们其实是 这首歌 其实好像是他们 唱给彼此的一首歌 是 告诉彼此说 你在这里 我也在这里 这个世界还是很好 这样子 是很清楚 因为这个是 呃 这首不说再见 是SHE 第一次他们三个人 自己作词作曲 嗯 的作品 所以等于是在 呃 也是目前为止 SHE合体的最后一张 专辑 叫做花又开好了 嗯 那这首单曲 跟这个专辑名字 都富有多重的意义 那不说再见 当然像 刚才像麦娟老师说的 他们是写给彼此的一个 对于走过 这个有高有低的 这十几年来的一个 彼此的扶持跟肯定 嗯 然后也是自己 第一次作词作曲 那另外一个很重要 当然就是因为Selina 我们刚才说 2011年经历过这样一个 可怕的意外之后呢 经过了非常非常辛苦的 努力跟復健的过程呢 嗯 呃 呃 在2012年的时候 不能说是完全康复 就算是身体上康复 心理上可能也还没有办法 嗯 但是呢 她很勇敢的继续跟她的姐妹们 再做出了这张专辑 那专辑名称叫做花又开好了 是很清楚的呃 呃 说明了Selina 这个呃 心理状态跟状况 嗯 那个也让人家觉得很疼惜 然后也很佩服她的勇气 对没错 呃 我以前见过She 那时候应该是在2001年吧 那时候我因为去参加金曲奖的 最早的时候 他们才刚刚组团没有多久 可能已经出了第一张之类 反正他们那时候是小有名 其实他还不是很有名 我们就在同一个旅馆里面 那时候我们正要 就是都要下楼去集合 嗯 然后我在那等电梯的时候呢 他们三个人就慌慌张张 真的就很像住在女生宿舍的 三个小女生 然后就跑出来 然后其中有一个我不记得是谁 突然说 诶我那个什么什么没有带 嗯 三个人说没有 另外两个说没有带哦 哦 然后三个人又啪啪啪啪又跑回去 我那时候看着他们的背影 就在想说 哇他们现在看起来感情真的是很不错 嗯 但是像这样子的感情又能够持续多久呢 因为我们眼睛看了太多太多 在是 娱乐圈里面这种 好像大家集合在一起 然后做出一个很好的成绩 但是不久之后 是 啊 就那个风云流散 是这样 那呃 林平老师你有注意到说 其实他们三个那种感情之焦灼 还会称彼此为老婆的 这种 情感真的也很难得 齁 我觉得那个 我觉得我跟曼君老师节目做久 我们还真的蛮有默契的 因为我正要讲这个事情 真的 你就问我 是 对 因为我认为SHA 呃能够这么成功 或到现在为止被大家记住的一个很很重要的几件事 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唱片公司企划的好 嗯 然后音乐做的好 但是这两个原因是可以人为操控的 就他人为的因素可以做到可以做到百分之百 但是有另外两个我认为是人为是无法操控的因素 第一个当然是他们各自的观众员 听众员他们各自有各自的听众员 他不会是某一个人主角 然后另外两个我们忘记他的名字等等 对这个是天生的 那最后一个人为不能操控的 就是我觉得是曼玉老师刚才提到最重要的就是 他们三个人是真的感情很好 真的要用引号 双引号 每一个偶像团体都会被唱片公司塑造出来 就是感情很好 不管是姐妹情兄弟情等等的 但是他们当然也有这个过程 因为他们并不是一开始就彼此认识了 他们跟偶像组合跟乐团不一样 乐团是你自己选择要跟谁在一起 那偶像组合是唱片公司帮你配 所以你配到谁你就从来不认识你 所以这个是很难的 那SH是他们是真的感情很好 而且一直到现在为止感情都还这么好 这个我觉得是给听众对于这个真真假假的娱乐世界里面 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定心丸 就是你们不是在骗我的 你们是真的感情这么好 那个真的感情这么好 是到现在为止 任何一个人开演唱会 另外两个人就坐在台下 然后三个人还是那边又哭又笑又爆了 对这个是假装不来的 这个也而且他们现在也没有合体要出专辑了 他们也不需要再做这样子的一个所谓形象的塑造 是 是他们真的就是一辈子的 发自内心的好朋友 好朋友好姐妹 而且那个感觉是很像是就像是 我觉得我常常这样讲SH就很像是听众的高中同学 嗯 或大学同学 嗯嗯嗯 不管怎么样我们其实在一起的情感就是不会变的 嗯嗯 我们即使可能不在一起工作了或不在一起上课了 但是我们还是彼此人生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伙伴 对 这个感觉是人为无法操控的 也勉强或者是气化不出来的 嗯嗯嗯 对这个就是真的 我觉得这个真实的东西 是最能够 打动的人 打动或攫取听众的心的 是 所以如果以这样子的一个角度来分析的话 林彪老师你会不会觉得想要去复制一个SH 其实就跟想要复制五月天或者苏打率一样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其实不只在演艺圈或娱乐界啦 这个任何成功的在市场上的商品 基本上只有第一 没有第二会 没有第二 没有永远不会有第二个五月天或第二 所以就是只有唯一就对了 对那当然你可以去气化类似的感觉 但是之后这个事情要怎么走 我们就不知道了 像当然SH成功过后 我们也看到好多的之后的女子团体 或者是男子偶像团体 其实也有很成功的 但他们存在的时间可能都不长 或者我们都会看到彼此成员以后 再也不来往 或不讲话 或者是谁跟就对谁不爽 甚至到现在还在爆以前的料了 都还有 真的真的 对那就只有一个SH也是这样 嗯 那么到了2018年的时候 SH有推出一支单曲 这支单曲 17是什么机缘之下他们会出 因为并没有专辑了 没有专辑 然后这个当然也是蛮代表一个 因为他们从2010年开始宣布这个单飞不解散之后 其实他们就各自朝各自的领域发展 所以大概到2018年的时候 2018年的时候大概就确定 会离开原本的唱片公司 然后三个人都会各自去做各自的公司的发展 所以刚好2018年呢 也是SH成立出道17年 嗯 然后也代表着一个 所谓17这个数字也代表一个17岁的一个少女的那样子的一个感受啦 所以他们就找了吴清风 哦 来帮他们写了这一首十七 十七这首歌的词曲都是吴清风 哦 了解 对又是一个他们这一代人彼此帮忙跟合作一个非常好的案例 OK 好的 今天呢非常谢谢云平老师在2021年开始的时候 就我们带来了这个黄金组合永远不散的SH一女子团体的介绍 那我们也很期待下一个月看看云平老师还有什么可以介绍的 其实我每次心里都暗暗在想说 老师你真的还有东西可以介绍吗 可是每一次都嗯 让我觉得真的超赞的 要感谢丰富的华语游行乐团 好的 我们一起来期待下个月云平老师再来跟我们听歌听故事了 谢谢你云平老师 谢谢 我们先一起听到就是2018年SH1的单曲 17 感谢您搭乘两个小时的幸福哈列车 希望呢下一次寒流来临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好好地做好保暖的工作 我们下礼拜见了 我们下礼拜见了 在无穷无尽之间充满呐喊的字眼 全场成吉价 我让我们失敬难 跟我上礼拜啊 在潮汐墙落之间将我环绕的世界 拾起许多情节如此和谐如此无解 时间的长河我非你们不可 缘分的比喻会流成一首歌 那是我们从还懵懂的青春 变成最重要的人 也许经历过聚散和礼方 也许常说过怀疑眼神 我们的生命却不断严重 我们的生命不断严重 更多的回忆不停单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